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上次的作業留了一些問題給大家思考 請問如果等差數列 我們上一集有這麼一題 等差數列 第20項是14 第40項是-6 第60項是多少 那我們上一集其實有大略的介紹過 這種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你前面的20項一組 再20項一組 再20項一組 這樣去想 中間這20項他每一項都比前面多 以這個20 20 20這樣來看的話 這是A1 這是A21 A20對到的是A40 所以他每一項都比前面多20個公差 然後結果他總共有20項 所以他其實比前面多400個公差 負6的話 那麼減掉前面17 也就是說光中間這一段的話就是23了 負23 這段是17 所以這樣S40才會是負6 那所以事實上400個D的話 其實是負40 好 23-17 400個D 那我們也不用去求D是多少 因為你再到這一項 再比他會再扣40 所以他其實是負的63 那麼S60呢 那麼S60呢 就是負40 不對前面這裡是負6 負6再扣63 所以是負69 這是他的答案 可以嗎 所以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把它想到筆記本上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定要會 背但是你要會想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整理剛才的想法 如果我有一條等差數列 然後把它切成固定的長度 只要這些長度的距離一樣 也就是第一段是SN 第二段是從SN加1到2N 從N加1加到2N 第三段是從2N加1到3N 就每一段都是N的話 那這樣產生出來的新等差數列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這一段跟這一段 跟這一段跟這一段跟這一段 他們是會乘等差數列的 他們的公差就是這個 原本的公差乘上N平方 你剛才的說法 我們是20個一段嗎 20個一段 我每一個都比你多20 總共多20個 所以我比你多400個公差 這個不用背 但是你要會這樣想 就是我每個比你多20 總共多20個這樣子 那這個 所以乘以N平方 這個不用背 但是會想就好 會想就好 只在這裡整理給大家 然後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不是這麼做 我是換個方式做 我是把它挑著 這個等差數列我一樣切斷 這樣子 但是我是這一段 一段總共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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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1 11 21 31 還有 2 12 22 32 這是另外一組數列 3 13 23 33 這又是一組數列 我這樣子去挑 挑出來 那這一些 這一些挑出來的一組一組 加起來的數字 本身也可以成為等差數列 這就是這一段在描述的 如果 原本的這個等差數列是A 如果C1是把 1 11 21加到61 C2是把 22 22加到62 3是把 A3 A13 A23加到A63的話 那麼其實這一些 C 11 11 這些也是等差數列 那我的每一項 都比你多 也是多 對 多一個 對不對 我每一項比你多一個 我每一項比你多一個 那我總共有10項 所以其實我這樣子的數列 這樣子算出來的值 會比你這個值 還要多 10個D 也是一樣 會想就好了 重要的就是要會去想 來看這裡 他這裡所說的意思是說 我原本有一個等差數列 它是從 A1 A2 A3 A4 一直到比如說 A30 我現在出現一個新等差數列 它是 它的每一項 這個J J的每一項 都是正整數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它假如是1 4 7 10 1 4 7 10 13 16 假如說這樣子 那我用這個J 來當作是 那個下標的值 所取得的 在這裡面挑出來 挑這個A1 A4 A7 A10 A13 A16 我組出一個新的數列 請問它是不是等差的呢 那答案就是 是的 它是一個等差數列 因為它一次控三個 那一次控三個 所以它的新的公差其實是差3D 等於是新的公差是原本的3倍 這樣懂嗎 這就是這裡在講的 如果我的新數列四都是正整數 然後它本身是等差的 用它來作為下標來去挑出來的A 也還會是等差 只要原本那個A是等差的 有點饒舌啦 不過就是帶大家想想看 這種東西都不用背的 那你看我們教了這麼多 這裡有一句 不要背送多餘的公式定理 只要聽過 想過 遇到了會循著路徑思考就好了 那老師的責任就是 做給學生看 講解給他們聽 有機會就使用 然後多使用幾次 讓學生吸收 慢慢的吸收就好 也不用考 不用特別考 他一定要用這個公式 來看一下 如果15項的盒全部是30的話 那我來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也把它吵起來 如果我每個公差都加3 這樣產生出來的新數列 前15項盒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那其實注意到這一點 15項呢 就是這個 15個A1加上 1加到15 1加到15 這個我也沒倍 來算一下 1加15乘15除2 8乘15 120 對不對 所以我每個公差加3 那這個新的級數 他就會多 30加上120乘3 可以嗎 如果首項-5 首項-5就會 他會減掉 15乘以 寫加好 -5 30-75的話 是-45 如果我A8乘2會怎麼樣 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問題 那當然他指的 不是我突然把A8乘2 我能夠把A8乘2的話 他仍然維持等差數列的話 其實指的是指每一項都乘2 更正一下 把這裡改成每一項乘2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整個級數盒就是乘2 每一項乘2 好 我會寫A8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他的整差中項 來想想看 在一個等差數列裡面 如果A1是30 那麼這個S7跟S10負值的話 下列合則可能是此數列的公差 還有意思的問題嗎 然後想一下 如果一個等差數列的每一項都是正整數 然後他的墨項是101 極速合是689 好 求他的公差 這樣子 好 這兩個問題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我們這一集呢 跟大家介紹一個特別的數列 叫做費波納七數列 他是一個人民 他提出來的數列 所以也可以叫做 又有人叫費士數列 就是信費的人提出來 是他不信費啦 這個就是他的信 只是中國人早期喜歡這樣子 把人家的信的第一個 翻成中文之後只取第一個字來當他的中國信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費波納七數列 他偶然的觀察到了 他是這樣子的 他的每一項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每一項都是前面兩項的核 一加一會變成二 一加二變成三 二加三變成五 三加五是八 五加八是十三 十三 八加十三二一 十三二一三四 三四五五八九這樣子 二一三四五五 好 那這個數列有什麼意義呢 他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他在現實生活中很常出現 比如說我記得好像什麼 榕樹的枝芽 然後菊花的花瓣 就菊花不是一層一層的嗎 他的花瓣不是很多層嗎 他每一層的花瓣樹 會符合費波納七數列 還有那個榕樹他的枝芽的樹木 也會符合費波納七數列 我們曾經講過 如果有一個長方形 他的長寬比很特別 就是如果你把他沿著 他的寬切掉一個正方形 剩下來的部分 還會跟原本是同一個比例 再切剩下來的部分 還會再跟原本是同一個比例 再切還會是同一個比例 再切還會是同一個比例 一直切 怎麼切都還會是同一個比例 這種特殊的比例叫做黃金比例 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那我們會說怎麼算呢 我說如果把這個比例設成是1比a 這個寬比長是1比a 那麼這邊是a 這個寬比長也是1比a 所以他長應該是a平方 這個是a 這個就是a 這是正方形 所以你會發現a平方等於a加1 a平方-a-1等於0 a等於2分之 這個-1加減根號5 所以是根號5-1 可以嗎 所以a會等於2分之根號5-1 2a分之負B 喔不對 加 剛好我加1 好 那這個是黃金比例 那他跟沛波納奇數率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我們今天來看另外一種長方形 他是這樣子的 我一開始有兩個單位都是1的正方形 1 1 邊長都是1 接著我用這個邊長1 1是不是就變成2了 我在這邊再畫一個用2來做一個正方形 那接著我在比較長的這邊 也就是1加2是3嘛 我再用他再畫一個正方形 接著我在比較長的這邊也就是2加3是5嘛 我再用他再畫一個正方形 這樣子一來 你就會發現我的比一直都會是這個 沛波納奇數列的後一項比前一項 這個是長寬比是1-2 然後是2-3 2-3 然後是3-5 然後是5-8 然後是8-11 這樣子 那一路這樣子比上去呢 我們會發現就是這個比例會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黃金比例 因為他的概念跟黃金比例是類似的 就是說我可以一直把它切一塊正方形切掉 還可以再切一塊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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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一直切回來 如果我們用黃金比例的這種想法 我把這樣子按著他的寬切一塊切 一直切 切到最後剩下那一點點的時候 如果他會剛好可以分兩份的話 那就會跟這個很接近 那事實上他不會剛好分兩份 所以說這個用費波納西數列的概念 所建立出來的長方形 他會要越來越大 他的長跟寬的比才會越來越接近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黃金比例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列的這一個 費波納西數列他的後一項跟前一項的比 2分之1 3分之2 5分之3 8分之5 13分之8 21分之13 到89分之55 一直往後 等到你的數字越來越大 他就會越來越接近 這個2分之5 5加1 這個比例 等長數列每一項都是正整數 他的最末項是101 極數核是689 求公差 那我們回到這個 因為他給最末項嘛 所以我們回到公式 首項加上最末項 乘以像素除以2 那我們來看689這個數字 那你去試著去因式分解他 你會發現他是13乘以53 13乘以53 那 所以這裡呢 其實是13乘以53再乘以2 會是A加101加2 那因為這裡 A加101本身已經超過100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個53 要不然就是53乘13就是他 689 然後像素2 所以首項 這個 那他就總共就只有兩項 這是一種可能 然後他的公差就是好幾百 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53乘2 這個是106 53乘2 106 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A1就會是5 那總共有13項 有13項 他們兩個 這個101-13 101-13的話 88 那總共13項 所以有12個公差嘛 所以首項是5 末項是101 88除12 3分之12 3分之12 這樣子 所以他的公差是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說的 也有可能N根本就是2 它就只有兩項 真無聊 N是2 那他前面这里合起来就是689 那689就是101加上这个588 这样也可以叫等差数列吗 也许可以 那588跟101的差 公差是-487 那这是这个问题 他的关键 这所以找得到数字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689是一个指数相乘 那我们今天的课是到这里 这样等差数列等差急速的部分 我们就交完了